Hello大家好,我是白金 本期带的人物介绍是一位传说中的海贼 你我终会逝去,唯独传奇不朽 即使政府全力抹杀 关于那个黑暗时代的记忆 却时常被老兵们想起 不可一世的洛克斯海贼团称霸大海 最终将目光投向世界之王的宝座 把一切都踩在脚下 与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全新的统治 这般野望 足以让任何野心家兴奋的发抖 邪念如同无法抑制的热火 在船长心中日益壮大 最终促使洛克斯带着疯狂的怪物们 向所谓的神明发起了充分 这是贪婪之人最后的狂武 也是他身为帝制一族走向极端的宿命 而在那场改变世界走向大战后 洛克斯终究败了 栽在海军与海贼的联盟之下 但即便到了很多年后 他的名字仍旧被世人忌惮 战国曾明确说过 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可前有奔向月球的爱尼路 后有何治国悬而又悬的时间果实 当凯多与大妈联手 强大的海军 也不免担忧着洛克斯卷土重来的可能 而后来与白贵子罗杰齐名的金狮子史基 当年也曾是洛克斯爱贼团的一员 但他与同传的凯多大妈等人 可没什么情分 在那位残暴的船长会下 船员们连同伴都算不上 更像是不得不暂时合作的仇人 随着洛克斯倒台 这些心思各异的家伙很快另地山头 金狮子也组建起非空海贼团 成为那个时代呵呵有名的强者 与洛克斯类似 史基也有着征服一切的野心 但原船长的失败 还历历在目光凭自己 是无法撼动天龙人的 必须得借助传说中的古代兵器 几年间他大肆开拓疆土 发展势力 等到了大海贼时代前夕 非空海贼团已经成为 伟大航路上数一数二的大势力 愁愁满之的金狮子 再次与罗杰接触 引起了世界政府的高度重视 卡普更是兴致满满的主动出击 那一天 无数舰船隐没于金涛骇浪之中 史基最后一次向罗杰发起了邀请 你所知道的毁灭世界的兵器 和我的兵力 再加上我常年累月制定的完美计划 现在马上就能支配这个世界 成为我的左右手吧 罗杰 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罗杰 注定是个另类的海贼 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并不想用有限的生命 去帮助金狮子夺取什么世界之王的位置 愤怒的金狮子 瞬间起了杀心 但时日无多的罗杰 又何尝不是呢 双方都没有多少耐心了 今天便是为一切画上句号的时候 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作艾特沃尔海战 即使罗杰的船 搭载着威力巨大的火炮 船员们也各个都是著名的强者 仍旧无法抹除两方巨大的人数差距 罗杰爱贼团被金狮子一方逼入绝境 眼看就要迎来全军覆没的结局 自此之后 这个时代将名为金狮子 能与之抗衡的人 须知可数 但命运却没有站在他这边 下一刻突如其来的狂风气候掀起滔天巨浪 史基的大舰队瞬间折损过半 完美的包围圈出现了难以弥补的缺口 罗杰爱贼团趁机实施了突围 当大海重新归于平静 金狮子格外冷静 坦然承认失败是强者必须拥有的品质 命运的眷顾也算是实力的一部分 于他而言 罗杰确实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这场战斗不仅破坏了他称霸世界的野心 也让史基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势 在混乱的战场上 半块船舵被剧烈的爆炸抛向他 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头颅 因为伤口很深 这只船舵再也无法去掉 史基从此有了突然发呆 或者达非所问等诸多搞笑举动 想要回到完全的颠纷期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转眼过了两年 罗杰成功登上最终之岛 成了明镇大海的海贼王 无数海贼闻风而动 想要杀死罗杰来成就自己的霸业 再加上海军的围追堵截 罗杰海贼团神秘地消失在大海深处 等你再出现时 一定会让世界吓一跳吧 此时的史基已经完全认同了罗杰 虽说两人的目标并不一致 但金狮子向来尊敬真正的强者 这也是他当初为何甘于去居洛克斯之下 他期待着与罗杰下一次的对决 他一定会踩着海贼王的名头 登上世界之巅 这一等便是一年 而最终传的消息 却是海贼王罗杰被政府逮捕 高傲的金狮子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自己的宿敌 竟然会以如此可笑的理由死去 你们应该很清楚 那家伙到底有多么强大 他开枪打伤了阻拦他的部下 气冲冲地离开了船队 当马林繁多的港湾 传出刺耳的预警声 使鸡一人来到了海军本部 他独自踏上戒备CN的广场 在漫天雨幕中 缓慢而坚定地走着 罗杰可是得到他认可的男人 无能的海军何德何能 敢擅自将这样的人 置于阴冷肮脏的监狱 他要是在的话 就把他带出来 要杀的话 就让我来动手 金狮子双手持刀 石部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其脚下早已堆满海军的尸体 战国与卡普随即从人群中走出 拦在了暴怒的使鸡面前 他们告诉金狮子 一周后将在位于东海的罗格镇 公开处死罗杰 那是罗杰的故乡 也是伟大航路的起点 这样向来都将东海 视为最弱之地的金狮子 更加愤怒 认为那是对罗杰死前的最后侮辱 三人立马展开激战 最终 马林反多的城镇被毁去一半 而金狮子使鸡 则被关进了英佩尔监狱 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 那个曾经书写奇迹的男人 最终还是死了 他用自己的死 开启了混乱的大海贼时代 让一针一甲的大秘宝 成为无数海贼的梦想 当这个消息传到监狱 囚犯们难忍心中的躁动 恨不得马上加入 寻找大秘宝的浪潮 唯有不服气的金狮子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滚你的新时代 那个傻乎乎的家伙 为了所谓的梦想而放弃了一切 这点让他无法认同 海贼就该是大海上的支配者 唯有利于顶点 才是强者真正该做的事情 他在大海上征战多年 早就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梦想了 这也是他将罗杰称为鼻涕小鬼的原因 或许在金狮子看来 这些前仆后级的后辈们 更像是被罗杰戏耍的傻瓜吧 即使速敌的逝去 也曾让他一度消沉 但史基的心中 最终只剩下恼怒 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让你们明白 口口声声宣扬梦想的海贼 究竟有多么可笑 他在阴影中 等待着出逃的机会 再严密的看守也难逃岁月的消磨 直到两年后 羽族们终究大意了 忘记了身处择二的霸主 曾经有多么强大 不管是肉体 亦或是意志 是基勇英石与枯木两把冥剑 深深砍下自己的双脚 成为有史以来 第一个逃出推进城的罪犯 他忍着剧痛 将两把冥剑绑在自己的断腿之上 从此以利刃行走世间 这样的大事件是隐瞒不了的 金狮子越狱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大海 作为这场风波的中心 残废的他来到了白胡子船上 渴望家庭的白胡子 绝对是洛克斯海贼团中的异类 也是史记眼中 让人讨厌的家伙 但以他对白胡子的了解 对方也是最不可能 对他落井下石的人 他告诉白胡子 自己想要消失一段时间 让这个半吊子的时代 见识一下海贼的恐怖 不同于其他人的小打小闹 等金狮子再度归来 势必要掀起席卷 整个世界的浩劫 不久后 他在一座名叫 维尔梅游的岛屿上 发现了很多凶暴化的野兽 传疑印第哥告诉他 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 含有IQ成分的植物 史记的复仇计划 由此开始 他用飘飘果实的能力 把整座岛升上天空 将其命名为 Strange World 他计划培养出 足以摧毁一切的兽巢 并为此开始了 长达20年的等待 在金狮子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伟大航路的局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海军以三大将 七五海所构成的强者体系 压制着越来越多的海贼 新世界 在四皇的相互制约中 达成了脆弱的平衡 而以积德 陆飞为首的超新星们 则开始崭露头角 等到草帽一伙 驶离魔鬼三角洲 动身前往乡波地群岛 途中 遇到了从Strange World 逃到伟大航路上的独角仙 陆飞等人 因此登上了 被称为小东海的寒森岛 此时 金狮子已经重新建立起 统领50个矮贼团的巨大组织 而想要加入其挥下的 Omigo矮贼团 则接到了抓捕独角仙的任务 虽然在草帽一伙的阻拦下 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高中 但金狮子满不在乎 少掉一只 根本无伤大雅 这些凶猛的怪物 一定能帮他 重新站上世界的顶点 没过多久 已经准备妥当的金狮子 正式启动了计划 时隔数十载 飞空矮贼团的大旗 再次出现在大海上 史鸡不愿成为过去的传奇 他要让世人回忆起 被金狮子支配的恐惧 当无数军舰飘上天空 惊慌的海兵们 目睹浮空岛从头顶飞过 卷土重来的金狮子 铭记着过去的失败 这一次 他将以空岛为船 再也不会败给大海的风浪 史鸡把无数船只 砸向海军总部 战国和卡普也无力阻止 这只是一个警告而已 他将逐步 让兽巢弥漫整个世界 岛船缓缓飞向东海 金狮子在半路上 遇到了折返回来 拯救故乡的草帽一伙 倒霉的金狮子 差点让主舰卷入 突然出现的风暴中 幸亏有纳美的提醒 才逃过此劫 惊魂未定的他 开枪射杀了一位气象专家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大自然的可怕 他可不想因为团案的理由 失败两次 那个女人的气象资质 居然凌驾于专家团队 这让金狮子 有了拉纳美入伙的打算 他谎称送大家一程 却在经过自己的空岛群时 悍然出手 除去被他掳走的纳美 大家都跟着桑尼号 掉进了满是野兽的岛屿 海贼以强者为尊 金狮子可不相信 同伴和梦想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 鲁飞等人溢死 纳美除了加入他 也没有其他选择 为了让对方诚心归顺 使机露出了自己逗逼的一面 以博取好感 只有拥有这样滋生的航海事 他的宏图霸业 才能有所保障 哪怕纳美一再拒绝 金狮子也并不着急 而是把关于IQ的事告诉了他 总有一天 你会恳请我 让你入火的 金狮子下令召集麾下的船长 打算当晚就开始毁灭东海的行动 还没动身 他便收到纳美逃跑的消息 对于监视整个岛的金狮子来说 想要找个人 简直易如反掌 他很快发现了和陆飞会合的纳美 并亲自动身 前去抓他回来 陆飞等人为了保护同伴 与金狮子展开激战 先前 纳美在村子里得知 金狮子就是给东海带来灾难罪魁祸首 当同伴们都败在强大金狮子手下 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 正如当年 为了村子加入阿龙一伙 纳美为了保护东海 只能答应成为史基的部下 他听从金狮子的命令 给大家留下了告别的话 但他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女孩了 纳美已经打定主意 要狠狠坑金狮子一次 好好看着 然后庆幸你的家乡 不会变成这样 史基利用兽群 摧毁了岛上的村子 趁机敲打刚入火的纳美 结果纳美转头就想毁掉防护灵 让失控的野兽攻击这里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树枝中 还有让人无法动弹的剧图 他的行动也因此失败 害贼 可不能在意什么故乡和家人啊 被这些东西牵绊住 害得自己丢了性命可不划算 无情的金狮子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信守诺言 这些家伙到底要怎么才能明白 所谓的梦想和故乡 不过是随时可以抛弃的东西 他在大学中转身离去 依旧没有放下对纳美的欣赏 狂妄自大的女人 我并不讨厌 当着一众野心勃勃的船长 使鸡端起手中的接纳酒 发表了讲话 宣告金狮仔这团正式成立 可陆飞一伙却在这时闯进了会场 使鸡的手下很多 却都不是几人的对手 不想毁掉自己大本营的金狮子 静止飞到外边的空地上 才发现防护灵已经被炸毁 成群的野兽涌进了他的基地 纳美终究还是给他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这样金狮子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如果你想死的话 我就成全你吧 漫田的雪花被飘飘裹身能力聚集 化作树枝猙獰的狮头 扑向必无可逼的纳美等人 下一刻就要撕裂他们 幸好陆飞及时出现 挡在大伙儿身前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扬名整个旧时代的金狮子 这些张牙舞爪的后背 根本不被使鸡放在眼里 哪怕不在颠纷期 他的力量也不是这些新人可以比拟的 在短暂的追逐战后 他用水将陆飞包裹起来 对于普通能力者来说 水是致命的弱点 可对将飘飘果实开发到极致的金狮子来说 万物皆可为他所用 但陆飞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纳美等人误导金狮子 让他将整座岛驶向了厚重的暴雨云 与伙伴心有灵犀的陆飞 在放点鸟比利的帮助下飞上高空 与金狮子使机迎来最后的决战 眼看陆飞化作气球大脚深入云层 使机忍不住嘲笑这个蠢货 漫天雷暴都窜进草帽小子体内 想必他已经动弹不得了吧 难道你还能一招把我秒了 可当光芒愈加刺眼 金狮子也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招来十块保护自己 但已经太迟了 那个能幼肉身 硬扛雷暴的橡胶小子 震染着剧痛 将万丈雷电致向大地 以凡人之躯引动神明 当强光吞噬眼前的一切 曾象征着世界顶点的金狮子再次落败 虽然看起来有些儿戏 冥冥之中却早有天意 说到底他并非败于鹿飞 而是败在他曾经不认同的 友情与梦想 败在了无法抗拒的自然的伪力 当曾经那一幕幕涌上心头 最终定格在他眼前的 还是那个让他难以忘怀的男人 我们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我又被东海的男人阻止了啊 罗杰 此后有火烧山与斯托贝里等 中将带领的海军也赶到了这里 诸多空岛因为使机的能力失效 而坠入大海 引发了足以淹没舰队的海啸 计划破灭的金狮子 再次落入海军之手 而在不久后的顶上战争时期 随着黑胡子大闹推进城 英佩尔迎来了史上最大的越狱事件 那些官样于地下六层的怪物们 再次潜藏到了伟大航路之上 而已经遭受了两度失败的金狮子 又是否有心思改变这个世界呢 作为伟田首次参与制作的剧场版 《强者世界》中的金狮子 绝对是最特殊的那一位 比起黄金帝 巴雷特等人 只有他在原作中确实存在着 如果两年前 他已经从推进城逃脱 等他再次复出的时候 世界一定会迎来一场动荡吧 届时 这位跨越了几个时代的传奇强者 亦还能拔剑指天 大喝一声 我没输 本期关于金狮子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了 小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